当你发现一场凶杀案 报警之后 在现场却没有找到证据 究竟是有什么阴谋论 还是是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嘉义 今天来聊聊面对过往错误 才能够找回自我的窥探 女主安娜是位儿童的心理医生 却一直活在家中不肯出去 原来他患有控剧症 由于无法出门 开始观察住家附近的人事物 直到某天搬来了新邻居 而一位女性的到来 逼迫他得要面对 乘风已久的噩梦 首先嘉义之前有推荐过这部电影 那当时看预告片 便觉得说 是值得一看的 只可惜电影的试音会反应不佳 只得延期的同时又刚好遇上疫情 就只能在Netflix上面上映了 剧情其实蛮有看头的 毕竟女主从一开始便疑神疑鬼 对于一丁点的声响便能够吓到 再加上她怪异的行为举止 以昌立来判断 你觉得她不怪吗 再来邻居一一找上门 先是儿子老婆 最后是老公登门拜访 在双方对谈的过程里面 也使你我对于主角们的个性 有一定的了解 直到某天 女主撞见老婆被杀害 情急之下报警 警察与邻居一家人便出现在她的家中 而且她所认知的老婆却是另外一个人 这对她来说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到底当时被杀害的女子 真的是自己的幻觉 还是是被对方处理干净的呢 其实嘉一在中断的时候 就有猜到了真凶 在这类型的电影里面 越是像凶手的人就越不会是凶手 越是像受害者的就越是凶手 果不其然 后段便印证了嘉一的猜想 人不可貌相 即便是小孩也是一样 因为你不会知道 在那天使的外表下 内心究竟遭受过多大的创伤 也能够得知家庭 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 但是还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嘉一自己感觉到的问题点 整部片在前半段的时候非常缓慢 其实有点出神了 即使嘉一知道这是为了使你我 能够更加了解女主的习性与状况 但是如果将时间多放在剧情的发展上面 也许会是个不错的决定 除了女主之外 其他的角色出场时间真的太短了 在不够了解角色的状况之下 突然来了一个超级大反转 真的是有点皱眉啦 也难怪当时的电影是因为 会有观众的反应不佳状况了 总之 窥探是部还不错的电影 如果喜欢反转片的你 应该会对这部片评价不差 但比起窥探 还是会想推荐列车上的女孩 相同类型的电影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近期电影院又全速的关闭 嘉一会开始为各位带来许多的电影分享 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吧